我们亲爱的主耶稣 感谢你 神已经立你为基督 为主为王 在神的圣山上 这是永远的事 我们的受到者 居然有机会在你的面前 从你的话来认识你 你的国度将要到永永远远 你也从千千万人中 选上我们 让我们能够来敞开心 今天在你恩典的时候 就能够来认识你 来与你亲嘴 主啊 我们感谢你 给我们有这样的开启 祝福我们今天的讲座 也祝福每位上线的 让我们听见你的话 我们今天就可以主动的 来就近你 来向你敞开 奉你的名求 阿们 今天我们来到了圣经中的人物 第52篇 这也讲出来 我们今天呢 是从去年开始 今年是整整一年了 感谢主带我们这么过来 我们今天要讲一下 大卫的诗 尤其是来看第二首诗篇 大卫一生经历神的制作和成全 成为一位杰出的诗人 神也特别高他 做以色列人 作以色列人中的美歌者 在150首诗篇当中 有73篇 是将近一半 著名是大卫写的 因此有人称 诗篇是大卫的宝库 或者是大卫的诗 可是在圣经的其他书卷中 我们发现 圣经也把另外一些诗篇 归于大卫 比方说第二篇 九十五篇 九十六篇 一百零五篇 这些都提到了 是大卫写的 因此至少在一百五十篇里面 有七十七篇是大卫写的 所以大卫就写了 超过全部诗篇的一半了 就跟保罗一样 在新约圣经 这么多里面 保罗也写了有十四篇 我们要特别提出 几首大卫的诗篇 不仅是大卫写的 也不是从一个人的感觉写的 而是神的灵来感动他 把他带到了天上 是从天上神的眼光 来预言基督 就是弥赛亚要来 还有弥赛亚 基督将要做的大事 诗篇这个字的 西伯来文原文 叫做Taluhim Taluhim 一集就是赞美的诗 的确 赞美是诗篇的中心题目 赞美 弥漫在每一首诗里头 在诗里面向着神的祷告 申诉 悲伤 痛悔 交托等等 最后也都融化在对神的赞美里头 一百五十首诗分成了五卷 每一卷的结束时候都是用赞美和称颂来结束的 这很特别 诗篇不是一卷道理或教训的书 诗篇是诗人 我们可以说他们是见钱的 因为他们是向着神的 他们在不同的经历当中 向神倾心土意 表达他们内心的情绪 感觉 感想 还有他们实际经历的书 做诗的人是连于神的人 他们在旧约时代喜爱律法 就是神的话 他们爱神 他们爱圣殿 爱圣城 也爱神的子民 所以他们的诗 既是他们向神和人的发表 他们内心的感受 也给了神机会 在他们的诗里头 说出了神要向他的子民说的话 因此每一首诗都有不同的境界 有的是在人世间 是从人的角度来说的 但是有的呢 好像是神把他们拉到了天上 是在天上的角度来说的 那也有的是在这两者中间徘徊 就是在人中的说话 人的倾诉里面 又突然间插入了神的说话 故此 诗篇是这些敬前圣徒在对神的祈求 与赞美当中 发表了他们在经历中的情绪和感受 因为他们亲近神 向神敞开 向神清心土意 如同敞开的水道 神就在他们的说话中 说出神所要启示给人的事 在这里头包含了许多预言 尤其是对基督的预言 因此诗篇既是全程人的诉说 也是神自己的发表 在诗篇当中就有两种的说话 一个是完全属人的 也有完全属神的 当然也有的诗 是在人的感觉中 神插入来说话 说了几句话 然后又回到了人里面了 所以也可以说这些诗呢 是神与人调和的说话 在这些神借着人的发表中 启示了基督 神的殿 还有神的城 神的城就是来预表 神的殿和神的城 都是来预表赵会的 在旧约时代 赵会仍然是一个隐藏的奥秘 那个时候 赵会还没有被预言预告 或者是启示出来 因此我们只能说 诗篇中有赵会 这是神的殿和神的城的预表 主耶稣来了 经过死和复活 赵会在那个时候才产生了 神的经轮也就更加的往前去了 最后神的启示与预言 都会完全照着 所说的来完全成就 好 我用一个简单的图 跟弟兄姊妹来讲一下 这两个的差别 诗篇的第一首 是在人的角度上 但是呢 这是个敬前的人 他爱慕神的律法 但是第二首 就突然间拔高到了天上 是在一个属天的角度里头 来讲的 里头 好像几乎没有大卫 这个诗人的眼光 是从神的眼光来说的 好 第二首 就是我们今天要特别来看的 基督被神选立 复活 可到第三篇呢 又掉了下来了 从第三到第七 这个都是在人的角度上 然后到了第八 又拔高了 又到天上去了 可是到第九呢 又坠了下来 然后我们看九到十五 又是在地上的人的角度 而到了十六 又拔高了 这是到了天上了 第八首和十六首 是讲到了基督 还有他的为人生活 并且登宝座 那因为有这两次的拔高了 所以十七篇呢 就没有再次落到那么低了 他也有点 因为受前面的拔高的影响 他的程度也高了 所以我们看十七到二十一篇 就是在天上跟地上的中间的徘徊了 可是到了二十二篇 二十三篇 二十四篇 这又到了天上的角度了 这三篇 是讲到基督被定 复活 成为一个好牧人 他还要再来 他把神的家 还有圣殿 都要完全的成就 但是在地上的 这个角度呢 是因为在旧约时代 他们是珍赏律法的 他们也从人的感受 人的被欺压 被追逐 被冤枉 所以很多都是属地的成分 所以在这大卫写的诗篇里面呢 我们特别要来介绍 这有几首诗呢 是可以把这个区别呢 给我们看出来的 也就是说 大卫是一直是向神来清新徒义 神也借着他来说话 好 那我们首先要来看一下 诗篇第二篇 他是没有讲作者是谁的 我们先看一下 诗篇第一篇 还有第二首的对比 在第一首当中 有属地 还有属人的观点 然后我们来看第二首诗 完全是从天上的眼光写的 虽然第二首没有写明 哪一位是作者 但是在使徒行传 四章二十五节 把这首诗归给了大卫 好 我们看一看 这个背景 还有这首诗的作者 是怎么来算在大卫的头上的 五旬节那一天 彼得和一百二十位门徒 一起传福音 当天就有三千人得救 在那个之后 有一天彼得和约翰 去圣殿祷告 在圣殿的门口 医治好了一个 生来就是瘸腿的乞丐 吸引了许多人 彼得就向他们传福音 这一次是有五千人信的 比五旬节的时候还要多 这就惊动了祭司们 守殿官和杀都该人 把彼得和约翰囚禁了起来 第二天他们就问 你们在这里做这些事 是在谁的名里做这些事 彼得就说 我们乃是在拿撒勒人 耶稣基督 就是你们所定十字架 神从死人中 所复活者的名里 在这个名里 这个人才站在你们面前 健康完好 除他以外 别无拯救 因为在天下人间 没有赐下别的名 我们可以靠着得救 祭司和官长们 看见彼得约翰的胆量 并且看出他们原是 没有学问的平民 就都稀奇 并且认出他们是跟过耶稣的 他们又看见那个自豪的人 跟他们一同站着 这就无话可博了 因为是一个显明的一个见证 他们就彼此商议说 我们应当怎么来办 这两个人 因为借着他们 确实有一件明显的神迹 行出来了 凡住在耶路撒冷人都知道 我们也不能不承认 唯恐这个事 越发传播在民间 所以我们必须恐吓他们 叫他们不要再靠这名 对任何人来讲论 于是叫了他们来 吩咐他们 绝对不要靠耶稣的名 讲论 施教 但彼得约翰回答他们说 听从你们 不听从神 这在神面前对不对 你们去判断吧 因为我们所看见 所听见的 不能不说 官长因为百姓的缘故 找不出办法来刑罚他们 只好再恐吓一番 把他们释放了 这是因为众人 为所发生的事都荣耀神 彼得和约翰既被释放了 就回到门徒们那里去 把祭司长和长老所说的 痛喝的话都报告了他们 于是门徒人听见了 就同心合意的高声向神说 主宰啊 表示他们所扶求的这位是 天地宇宙的主宰 你是照天地海 还有其中万物的 你曾经借着圣灵 托你仆人 我们祖宗大魏的口 说外邦为什么吼闹 万民为什么谋算虚枉的事 地上的君王一起起来 臣宰也聚集在一起 要抵挡主 并他的受高者 所以这些门徒们呢 他们是懂得旧约 而且是特别知道诗篇的 但他们在这里头 引用的时候呢 就把这个诗篇 就说是我们祖宗大魏的口说的 门徒在此 就是引用诗篇第二篇 向神祷告的 地上的祭司和官长 虽然有权有势 但是他们所信的神 乃是主宰 万有都要臣服 在神的主宰的脚下 所以在这里头 他们称神是主宰 因此诗篇第二首 虽然没有注明谁是作者 但是由门徒们的引用 指出是大魏写的 好 我们先来看诗篇第一首 诗篇第一首是强调神的律法 人对律法 有不同的选择 就会有不同的下场 喜爱耶和华律法的人 这个人并为有福 凡他所做的 尽都亨通 他要像一棵树 栽在溪水旁 按时令结果子 叶子也不枯干 人不是在任何地方 都能够得到神的祝福的 只有在神允许的领域之内 就是律法 才能够得到的 所以这棵树呢 就要栽在溪水旁 是由水来灌溉的 在这个范围之内 他们能够得到生命的供应 而二人虽然一时亨通 但是当神的审判来临的时候 二人必站立不住 他们的道路乃是灭亡 那个时候是在旧约时代 神在不同的时代 对人的启示 还有处理的方式都有不同 在旧约的律法时代 人必须听从 遵守神的律法 才能够蒙福的 即使是在要求外面的 遵循律法时代 但是诗篇一章二节就说 为喜爱耶和华的律法 昼夜莫响 诗人不仅是外面遵守 他的内心更是喜爱神的律法 所以他不仅仅是在外面遵守而已 他是从里面来喜爱神 他们对神的话 有充分而浓厚的兴趣 也是心中默想 昼夜来默想 随时来揣摩 在那个时候基督还没有来 恩典和实际 也只不过是个应许 但是爱律法的人 便算为是有福的了 好 这是第一首 但是到了第二首 诗人大卫就脱离了 在地上守律法的 善与恶的分别了 也把我们从地上的纷争 带到了天上的境界 神借着诗人向着神的敞开 来宣告关于基督的事 在这里我们看见 的确是地上这个大卫在写的 他是一个人 但是他所讲的话 却又是天上的神 借着他来讲的 好 诗篇二章一到三节 外方为什么吼闹 外民为什么谋算虚枉的事 地上的君王一起起来 承载一同商议 要抵挡 耶和华并他的受告者说 我们要震开他们的捆绑 摆脱他们的绳索 吼闹是指的喧闹不安的争执 为了表达自己的意见 这不就是今天地上许多国家 还有社会中的光景吗 每个人都在善恶知识树上 争吵不休 尤其我们最近看了约伯记 前面从第二章开始一直到三十八章 都是五个人在地上 就在善恶知识树上争吵不休 可是没有人是有解答 没有人留那个眼光 圣经指出 无论是好的或者是坏的社会 它的背后都是被这个世界的王 所操纵着 因为有着世界之王 在人心里的煽动 世上的各种权力 便竭力地挣扎 想要完全脱离基督 作为神的律法 加在他们身上 道德和公义的制裁 并且也给他们的良心有控告 所以他们就想要挣扎脱开 他们不要仁爱 不要公义 不要真理 喜爱行不合一的事 充满了各样不义 邪恶 贪婪 恶毒 满了嫉妒 凶杀 争敬 诡诈 毒恨 又是忏悔人的 背后说人的 憎恨神的 五慢人的 狂傲的 自夸的 捏招恶事的 无知的 被约的 这里好长啊 这就是在罗马书第一章 通常我们看到这里头呢 我们就把它跳过去 但是这些呢 这个就是这个地上 今天呢 在善恶知识树上的人的光景 他们是爱自己的 爱钱财 爱厌乐的 还是说谎的 贪婪的人 而且是咒诅耶和华 并且侵卖他 这些邪恶 都是神的律法所定罪的 因为神在造人的时候 人是照着神的形象所造的 但是有了罪性的世人 却妄想振脱 神律法的定罪和制裁 律法的定罪和制裁 就是他们想要振脱的 绳索 还有捆绑 保罗在提前第一章 特别说出了 我们晓得 律法是好的 只要人用的合法 知道律法不是为 义人设立的 乃是为不法和不服的 不敬虔和犯罪的 不胜的和世俗的 以及其他敌对健康教训之士 设立的 有一句话讲得非常好 罪叫你不读圣经 读了圣经 就叫你不犯罪 所以今天呢 地上的这些君王 人想要振脱 神的这个制裁和定罪 就不敢来读圣经 而且也不想读圣经 但是人读了圣经 你就可以远离罪恶了 你可以得到真正的自由 二人以为遵守 耶和华的律法 是极不如意的捆绑 其实他们一离弃了神的律法 就立刻陷在魔鬼的捆绑下 成为没有自由的儒利了 主耶稣说 因为我的恶是容易的 我的担子是轻省的 主是用爱来吸引我们 好叫我们有乐意的灵 来服侍他 罪人服侍没魔鬼 那才是严重的 难以挣脱的束缚呢 魔鬼是把他的罪性 那个性情 放到了我们每个人的里头 叫我们不能够自由 主却是他的拯救 叫我们脱离魔鬼的束缚 世人和权力 所想要挣脱的 完全是虚妄的事 是不可能成功的事 诗篇二章四节 那坐在诸天之上的 必发笑 主必吃笑他们 这里很有意思 因此神看见这些地上的 满了罪性的人 在那边做这些不道德 不公不义不法的事情的时候 还想挣脱神的律法 神笑了 全本圣经 只在这个地方提起 神笑了 神笑 是因着人的愚蠢 无知而发笑 被造的人 不自量力 想要和创造的神相争 岂不可笑呢 神把圣经给人 就是借着圣经 他们可以来认识神 也认识我们自己 知道宇宙的来源 我们人被造的目的 还有我们堕落的原因 但是人就自以为是 不愿意来读圣经 诗篇第五到第六节 神不仅是发笑 那时他要在怒中对他们说话 在烈怒中惊贺他们 说 我已经立我的王在西安我的圣山上 作为创造天地宇宙的神 高高的在天上的宝座 他是立了一位王 要来审判 要来管制的 神不但向人发笑 鄙视的 痴笑 还要显出他的烈怒 使得烈怒显出来的 那时候人就会无法承担 以色列人在埃及 被法老辖制虐待 法老不让以色列人离开 去敬拜神 摩西第一次去见法老的时候 法老说 耶和华是谁 我不认识他 好 你不认识他 神就一步步的带你来认识神 当法老与耶和华神较量了十次 每次都屈服了下来 灾难过后 却又反悔了 所以一次一次的 他的心越来越刚硬 一直到逾越节的晚上 当他自己 还有全埃及人的长子都死了 这下才降服了下来 勉强让以色列人离开 可是法老立刻又反悔了 他亲自带着埃及的战车 去追赶以色列人 一直追到了红海的边上 神借着摩西的手分开了红海 让以色列人踏着干地走了过去 当埃及战车追入到红海里面的时候 神使海水回流复原 埃及人避水逃跑的时候 耶和华把他们推翻在海中 全军覆灭 神说了 这是要叫埃及人知道 我是耶和华 神真正显出他大能的时候 那埃及的法老 当时是在世上最强大的一个国 也抵挡不住的 全部都淹没在海中 法老的心刚硬 不认识耶和华 虽然被打败了十次 但还是硬着心与神来对抗 但他终于在红海 认识了耶和华究竟有多厉害 当耶和华八起怒来 顷刻间就能把他 和抗似庞大雄伟的埃及全军 灭掉 就这么简单 以色列人被摩西带到西乃山 当神和气地跟他们说 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 遵守我的约 要在万民中做我自己的珍宝 神是很看重他们的 但是这些以色列人 还不知道他们自己是谁 他们也不知道神所要他们遵守的 他们立刻就夸大了 平的肉体就拍拍肩膀 胸膛说 凡以耶和华所说的 我们必要行 这是行肉体的人 不知道自己也不认识神的时候 以色列人不认识神 也不认识自己 并且无欣慰的神 他们自以为能遵行神所要求的一切 却不知道他们无法履行他的诫命 他们需要是神的怜悯 他们这样闯壮的回答 使得立刻整个环境变了 山上就有雷轰 闪电和密云 并且脚身甚大 营中的百姓竟都战斗 他们就吓得躲得远远的 他们对摩西说 求你和我们说话 我们必听 但不要神和我们说话 哇 谁说话我们都死了 他们虽然借此认识了神的可畏 但是过了一阵子又忘记了 我们人真是很善望 看见了神是可畏的 但是过了一阵子 我们的脊又出来了 以色列人进入美地之前 摩西还有众生言者 多次警告以色列人 要紧紧跟随耶和华 并且告诉他们 离弃耶和华的可怕后果 这个在生命纪的28章 讲得清清楚楚 生命纪28章一开始之后 先是讲的 如果他们听从神 他们与神的关系是对的 神要各方各面的来祝福他们 但是如果他们是背弃神 他们不听神 跟神的关系错了 他们把神惹得发怒了 哇 可以看见 神来咒诅 从来惩罚他们的时候 是有多可怕的 包含在二次大战中 以色列人有六百万个犹太人 被屠杀 这些事情都在生命纪里面 写得清清楚楚的 可是话是这么讲了 而且也写在圣经上了 可是以色列人很快就忘记了 而且也不来读圣经 没有被提醒 感谢主今天我们有机会来读圣经 从圣经里面来认识 信使的神虽然有怜悯 但是他忍耐的时间到了 他还是不能不来 罚这些被盗的以色列人 于是以色列亡国了 百姓被掳 神的子民终于知道 他是耶和华了 在以西节书里面 写了很多次 在神的厉害的惩罚 以色列人时候 终于知道他是耶和华 但是他们要承受这些的惩罚 以色列亡国了 但是神记得他曾经 向亚伯拉罕以撒 雅各所立的永约 等到时候到了 神要将分散的以色列人带回 神赐给他们祖宗的美地 你看全世界有这么多地方 但是呢 以色列立国必须在那块 就今天的巴德斯坦 那块地小小的 周围都是阿拉伯国家围绕的 是在不可能立国的情形之下 神是说了 要把他们带回去 并且在那里复国 果然 1948年 以色列在千万种 不可能的条件之下 照着神的应许 复国成功了 并且 1967年 又夺回了耶路撒冷 70多年以来 在周边国家不断的攻击之中 安然屹立至今 使以色列人 真正知道他是耶和华 就是神所说的话 每句话都会应验的 耶和华也要向 以色列周边的这些 欺负当时的以色列 这些国家 来施行严厉的审判 使他们知道 他是耶和华 世人不知道 耶和华神究竟是谁 有多大能耐 这位看不见的神 但2000年前 卑微的拿杀了人耶稣 又算什么呢 圣经这本书 所说的话会算数吗 今天人到处说 这个人说什么 那个人说什么 这本书出的多好 都是说人的话 都在地上的层面的 但是这位天上的神 他所说的话 写在圣经里面 这个话才是我们 需要来好好的注意的 但是到有一天 神的时间表到了 圣经上 耶和华神所说的 每一句话 都要完全的应验 到那个时候 世人才知道他是耶和华 才发现他们在地上的 吼闹 挣扎 都是枉然无效 但是可惜 已经太晚了 今天我们要抓住这个机会 圣经里头一共有69次 知道我是耶和华 今天人不知道 但是迟早都会知道 人不知道神的威严和发怒 是有多震撼 只有那些亲眼看见的 才会叫人生出敬畏的心 就连与神非常亲近 如好朋友的摩西 有过多次的与神 面对面 四十昼夜 摩西也说 耶和华你们的神 是万神之神 万主之主 自大的神 有能力 又可畏 摩西又说 在诗篇九十篇里面 我们因你的怒气而消灭 因你的愤怒而惊慌 我们经过的日子 都在你肾怒之中 我们度尽的年岁 好像一声叹息 谁晓得你怒气的威势 谁按着你该受的敬畏 晓得你的圣怒 求你指教我们 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 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 这最后一句话 就是我们如何数算自己的日子 可能很多弟兄姊妹都听过了 但这句话 是在整个讲到神的怒气 发怒的时候 有谁知道神的怒气 我们应该有敬畏 这个我们在世的年日 我们对神 要有这样的一个认识 甚至连 合乎神心意的大卫 他写了这么多 我们已经讲了五十几天了 当他犯了罪 公义和圣别的神 来惩罚他的时候 大卫是暂惊恐惧的 真心来认罪 并且伏在神惩治之下 保罗他是写了新约中间 也是一半的书信的 他说我们众人 必要在基督的审判台前显露出来 叫个人按照本身所行的 或善或恶 受到应得的报应 所以我们既晓得主的可畏 你看保罗在这里跟摩西 认识神 他的心一样 认识神是可畏的 叫来劝福人 在希伯来书保罗说了 落在活神的手里 是可怕的 神在怒中对世人说 我已经立我的王 在西安我的圣山上了 神早已经高了他的王 就是耶稣基督 耶稣这个名字是耶和华救主 就是神亲自来成了我们的救主 带来救恩 基督这个字是一个头衔 他就是受高者 是由圣高有所高的 这一高神的灵 就灵到了这受高者的身上 给他能力和权柄 来执行神要他做的事 就是来拯救人 见到召会 来成就神的经文 神立了基督 就是要来完成神的经文的 如同 撒木尔高了大卫 到大卫正式做王 中间有一段的时间 所以今天 耶稣基督已经被高了 但他等到再来的时候 他要 在全宇宙中做王 是有一段时间的 在这段时间里面 大卫打败了哥利亚 被扫罗追杀 他也训练成全大卫 但是神的高 高利是绝不突然的 时候到了 顽梗贝利的扫罗 要被杀 大卫就做王了 大卫只是一个预表 那个真大卫 耶稣早已经是被神高为王了 他胜过了撒旦的试探 逼迫 在十字架上 借着死 废除了那长死权的 就是魔鬼 我们这许多受窘迫的 欠债的 心里苦恼的 我们都会来投奔 聚集在主耶稣的名里 跟随着基督 让神圣生命在我们里面成长 也被建造成为属灵的圣殿 就是基督的身体 现在虽然还没有看见 基督的权柄显现出来 但是神既然已经立了 耶稣做王 再也没有什么 能够抵挡这位万主之主 万王之王了 大卫 从受高到做王 中间是有一段的时间 一直在被逼迫的 但是时间到了 大卫就做王 同样的 耶稣基督 也要一定的 要来做万主之主 万王之王 第七节 受高者说 我要传述耶和华的命令 他曾对我说 你是我的儿子 我今日生了你 受高者就是基督 他要来传述耶和华的命令 这命令就是神的定制 就是神在创始之前 就已经立下的定制 神的经纶 是永远不改变 必定要成就的 神的定制 就是那与神同在的话 就是写出来 就写出来 讲出来 也就是神的话成了肉体 之大账目在我们中间 丰丰满满的 有恩典 有实际的 这是讲到耶稣 是神的话 成为一个人 生活在地上 三十三年半 彰显着神的恩典和实际 他曾对我说 你是我的儿子 我今日生了你 这里的他 是指的父神 耶稣在永远里 就是神的独生爱子了 怎么父神还会说 我今日生了你呢 是在时间里面来生他呢 保罗在使徒行传 十三章三十三节 引用了诗篇这一句话 你看诗篇第二篇 是在新约里头 经常被引用 这一句话是指的 基督的复活 这里的神说 我今日生了你 这个生了 不是指降生的生 是指在复活里面 从死人中生出来 神的受高者基督 被定十字架之后 在他的人性里复活 他现在具有了 神人恶性的基督 在复活的那天 被升为神的长子 耶稣死而复活 成为具有 神人恶性之神的长子 也就是说 他会有许多的弟兄 才能够成为长子 所有千千万万的信徒 也都在耶稣基督 复活的时候 一同生了出来 都有了神人恶性 与长兄是一样的 第八节 你求我 我就将列国赐你为基业 将地籍赐你为产业 基业这个字 是指遗产 就是英文里面翻成 inheritance 只要是有同样的血统 就能够得到了基业了 所以这个不需要去劳苦的 这个讲到所事 产业 是指着你要花力去 去得着的 英文通常翻成了 possession 这个是指耶稣 要经过为人生活的困苦 受难 定死十字架 复活了 升天之后 才能够得到的产业 父神赐给主耶稣的王位 权柄 国度 来做他统治的范围 这个国度不是小的 这是包含 所有地上列国的 大的国度 包括了全地 直到地极 今天世人和列国 都在为了自己的利益 争权夺利 但是当基督再来的时候 全地都是属基督的 所有抓夺者到那天 才会发现 他们抓的都是留不住的 都会过去的 耶稣已经升天 坐在父神宝座的右边 正在等候仇敌 坐他的脚凳 第九节 你必用铁杖 打破他们 你必将他们如同 摇降的瓦器 摔碎 父神在此 向他亲爱儿子的谈话里头 所谈的事 是今天恩典的时期 将要结束之后 将要发生的事 到那个时候 那位心里柔和谦卑的 主耶稣 就要成为严厉 不讲情面的审判官 他今天有那个牧者安慰 扶持引导的杖 那个时候就要变成了 刑罚的铁杖 所以希伯来书告诉我们 总要趁着还有称为 今天的时候 我们天天彼此相劝 这也是我们这个讲座 我们借着一周一周的 我们来彼此相劝 我们在还有成为 今天的时候 感谢主 瓦器绝对不能够 跟铁档来相撞 瓦器一定会被打碎 世人今天认为 有权有势 但是在创造的神面前 都不过是 摇将的瓦器 只是他们不知道 而且也不愿意知道 当恩典时代结束了 神的烈怒发作的时候 所有人都会知道 他是耶和华 彼得后书三章九节 告诉我们 主所应许的 他并不担言 像有些人以为他担言一样 今天主说的 他要快来 好像一直没有发生 不是神担言的 乃是他宽容你们 今天神还是给我们机会 他不愿意看见任何人遭毁坏 他是愿人人都屈前悔改 甚至我们信主了 我们得救了 但是我们生命还没有成长 我们每天还是需要到主面前来悔改 来认罪的 来除去我们身上救灶的成分 让主的生命可以长得更加的成熟 在我们身上 使徒保罗在雅典 向着不信的雅典人说 世人蒙昧无知的时候 神并不见察 如今却吩咐各处的人都要悔改 因为他已经定了日子 要借着他所设立的人 这个人就是耶稣了 他要按公义审判天下 他已经叫这个人从死人中复活 你看主从死人中复活了 这个事情是供万人做可信的凭据 所以神 拆了他的爱子来 成为耶稣 他是那个设立的人 他死而复活 在今日生了你 这个你 基督 他将要按公义来审判天下的 所以主的死而复活 是叫大家可以来相信的 诗篇第二篇 讲完的神 已经立了耶稣基督为王 并且预言他要成肉体 使而复活 身为长子 这些都已经发生了 然后第二篇 继续预言 基督要再来的 他要得到全地做他的国度 那些抵挡他的 将要如同摇将的瓦器 被铁杖打得粉碎 在这个慎重的警告之后 神界的诗人大卫 指出了一条活路 第十节 现在你们君王 应当留意 不要在地上一直吵闹 想要来挣脱他的捆绑 你们要留意 要来看圣经 要来看神已经说的话 神已经宣告了 你们地上的审判官 应当受到警戒 有怜悯 爱世人的神 还是宽容给人机会 要留意 要受警戒 趁今天 神是坐在施恩的宝座上 我们就前来亲近他 不要等到神在公义的宝座上 那个时候才醒悟 太晚了 这首诗篇的最后三节 十到十二节 是圣灵向地上的君王 并审判官 发出的警告 虽然是向君王和官长的警告 也是向所有世人发出的警告 对你我来说的 圣灵在这恩典时期的末了 向世人呼唤 要每个人快快醒悟 接受救恩 正如诗篇第一首 每个人都会有两个选择 是爱神 遵守神的律法 或者是作恶 现在我们每个人 第二天也告诉我们 有两条路可选 是因着抵挡背叛神 而自取灭亡 或者是因为顺服神 而永远喜乐 神绝不勉强人 清楚地告诉我们 我们选择的后果 让人自由选择 但是人要自己负责 选择的后果 到时候怪不得神 也怪不得人 趁现在恩典的门还开着 还不是最后通牒 现在是神恩典的邀请和呼召 十一节 当存畏惧 侍奉耶和华 又当存战精而欢乐 对于不认识神的人 如果今天向神存畏惧的心 知道他的列路有何等可怕 将来审判的时候 就不必害怕 如果今天是在神的面前 存战精的心 就必得着从神而来的欢乐 这不是最终之乐 那样短暂 却后患无穷 而是永远不朽的欢乐 十二节 我非常喜欢这一节 当以嘴亲子 我们前面好像是畏惧 现在是用嘴来亲他了 恐怕他发怒 你们便在路中灭亡 因为他的怒气快要发作 可是凡投奔于他的 都是有福的 圣灵呼吁 当以嘴来亲子 是要世上的君王 顺服受高的弥赛亚 古代中东的 被征服者 用亲吻征服者的脚 来表示他们完全的臣服 因为你嘴去亲 某一件事物的人的时候 你只能够亲一个对象 表示你是全心全意的 来臣服的 西伯兰文的亲嘴 原文含有 紧紧联合的意思 圣灵呼吁 不仅是在外面的臣服 还要从内心与基督 紧紧的联合 不再分开了 这不仅在我们 祷告接受主的时候 更是在我们受敬的时候 我们是与主 同死也同活了 这是完全的联合 以色列人的亲嘴 也是有表示恭敬顺从 在撒末尔上 那时候撒末尔高的扫罗 做王与他亲嘴 也表示崇拜 这是在猎王纪上 当以色列人去拜偶像 巴黎的时候 他们是与巴黎亲嘴 又是表示感恩 而献上爱情 这在路加福音第七章 向那个有罪的女人 跪在主耶稣的脚前 来亲耶稣的脚 所以亲嘴呢 他不仅是臣服 紧紧联合 还有恭敬顺从 崇拜 感恩 献上爱 这有很多的这些 这个感觉 亲嘴也表示 男女之间的爱情 你晓得 敬拜 worship这个字的希腊字呢 就是向 某一位来亲嘴的意思 我们相信 接受了基督 最终要成为 他的心爱妻子 雅各的开头 第一句话 就是爱主的女子 热切盼望 愿她用口 与我亲嘴 因你的爱情 比酒更美 圣灵所要的 就是要我们 今天就与基督和好 成为紧紧联合于她 顺服于她的亲密好友 甚至成为她的新娘和配偶 诗篇第二首 把我们从 这个纷乱的地上 君王吼闹开始 引到了天上 万有的主宰 耶和华和他的受告者基督 宣告基督 已经从死复活了 已经成为一个 万民可以看见的 这个相信的一个确据了 他还要再来 要得到全地做王 他也宣告了 我们可以得拯救的方法 就是认识他的大能 和烈怒 我们要从心灵来敬畏他 赶快顺服他 满了感激和爱 来亲吻基督 这恩典的时期快要结束了 他的怒气快要发作了 所以当快快地与他和好 接受他所赐的救恩 凡投奔于他的都是有福的 这里的福胜过世人所想象的 短暂不能持久的福 这乃是神永远的生命 并且与这位荣耀大能的基督 一直同活也同在 圣灵还不放弃 最后还继续发出一个警告 那些任意枉为的 不愿意来投靠基督的 必在自己的道中灭亡 好 我们来看 今天这个对我们的应用 很多人喜爱读诗篇 因为里面很多诗 都是说出人里面的感受 痛苦和喜乐 虽然我们自己 有时候因为这个言辞 口拙 我们自己无法说出来 但是诗篇已经帮我们写出来了 所以我们读的时候呢 就能够体会到 这也是我们里面的感受 但是不多的人 能够看见地上的抒情 这有点像心灵鸡汤 和天上神借着诗人 来说话的区别 而且也不太能够欣赏 享受这个从神自己 启示给人的诗 求主来开我们的心眼 这也是 我这边特别要来讲 大卫这些诗 就是我们能够欣赏 在大卫的说话中 有神从另外一个角度 从天上来说的 感谢主 因为大卫的心爱神 也爱神的子民 爱神的居所 爱神的国 在他向着神 清新土一的时候 神就能够介入 从他说出了 神要启示给人的奥秘 我们也可以经常来向主敞开心 求主向我们启示 他已经借着圣经和圣灵 对我们说过的话 知道神的奥秘 今天我们就知道 他是耶和华 认识他的大能和信实 在恩典时代 好好的来享受基督的丰富供应 经常来亲吻他 来爱他 与他联合 第二 世人不信主 不认识主 对于信徒 虽然已经信了主了 我们也读圣经 但是对于主的自己 他的威严 崇高和主宰 甚至他的愤怒 都还不够有充分的认识 保罗说 求父神赐给你们 智慧和启示的灵 使你们充分的认识他 大蒙眷爱的但依里 虽然有得顺的生活 经常祷告 但是当他在 但依里书第十章 看到荣耀的基督的时候 他是浑身无力 面色死灰 毫无力气 他对这位神 看见他的尊荣的时候 哇 可畏了 为基督受逼迫 放逐到拔摩海岛的约翰 当耶稣在地上的时候 他是多次靠着 耶稣的胸膛 与耶稣是非常亲近的 但是当他在起诉里面 看见了那位 要来审判的基督时候 约翰就扑倒在他脚前 像死了一样 就是当我们认识 这位荣耀尊贵的神的时候 我们在他面前 真的是就像约伯一样 我今天是亲眼见到你了 以前只是风闻有你 摩西 大卫 保罗 彼得 也都认识这位万王之王的 显赫荣耀 对于基督 要有一个真正敬畏的心 他们的生命成长和服事 才能够蒙神的喜悦 对我们也是一样 第三 神与他的基督将要向世人发怒 这已经清楚地写在圣经里面了 我们人不该以为没有神 或者基督只是宗教里的一个名字 或者神的爱会一直地纵容人 圣经清楚告诉我 神在恒人 宽容世人 但是神有时间表的 到了时候 他要在列路中来执行他的审判 起诉说到这个审判 是严厉的 令人惊恐 占惊的 可是那时候是没有一个人能够逃不掉的 趁还有今天 称为恩典的时候 我们可以全心来转向基督 他今天是坐在施恩的宝座上 施怜悯和恩典 给每一位来到他面前的人 第四 今天我们不要因的气愤 世上国家之间的纷乱指责 社会上的不公不义 谎言冲刺 而失去我们应当注意的是 我们应当思念天上的事 诗篇第二篇 就是从天上神所说的话 神所看的眼光角度 告诉我们将要发生的事 不法的事会越来越多的 一直到贴沙罗列加后书会讲到 不法之子显现出来 我们注意到世界局势的走向 正照着圣经中所预言的光景 一一的出现 彼得后书一端告诉我们 我们有声言者更确定的话 你们留意这话 如同留意照在暗处的灯 只等到天发亮 诚心在你们心里出现 你们就做得好了 感谢主今天有圣经在这里 我们也注意到圣经里面这些预言 我们留意这话 主的心会在我们心里发亮 外面都是黑暗的 但是只有神的话会在我们里面发亮 第五 诗篇一百一十九一百六十节 你话语的总和是真理 我们需要全面的来认识真理 就是整本圣经 有人只愿接受神是爱 有怜悯恩慈的一面 却故意不理神也是公义的 在审判的时候是不讲情面的 有人因为惧怕公义的神 就如同以色列人看见西乃山冒烟 雷轰散电就惧怕远离神 也忘记神今天是用爱和忍耐 来怜悯我们人的 圣经告诉我们 我们要趁他可亲近的时候 来亲近他 神是有爱和恩典的一面 但他也有公义和严厉的一面 这两面好像是南极跟北极 可是在十字架上的基督 他被定的时候就显示出 神的爱和恩典 还有神的公义和严厉 在南北两极 就是同时存在 神的大爱叫基督为我们死 而且这个死是公义严厉的神 来严厉的审判的基督 愿我们可以全面认识神 在哥罗西书告诉我们 愿你们在一切属灵的智慧和悟性上 充分认识神的旨意 我们是借着认识神 生命才能够长大的 最后 诗篇第二首完全是在诸天之上的神所说的 借着大卫写了出来 我们的眼光也要被开启 我们不做走地机 看着都是地上的事情 我们要抬起头来 万段以及耶稣 就是我们信心的创始者与成终者 他已经得了荣耀尊贵为冠冕 有一天世上的国要成了我主和他基督的国 他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 我们今天多来亲近主爱主 希伯来书告诉我们 我们只管坦然无惧 虽然神是严厉的 神是不会发捏入 但是那是将来 今天神是怜悯的 是有恩典的 所以我们是坦然无惧的来 来到什么 因为今天是施恩的宝座前 我们可以来受怜悯 得恩典 做应时的帮助 趁着今天 主耶稣在施恩的宝座 我们就来亲近他 来爱他 来享受他 感谢主 祝福大家 我们要抓住今天这个时候 好 我今天的交通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